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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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就開始25分鐘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我現在的工作是火動棟後專工程師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從8000多公里不外的舞台 我在那個時候就買下了 現在自己跟別的工程師覺得很不一樣的一個起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 好 今天會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帶在學生的一個即興的劇團 然後就是因為有一個劇團之後呢 我回來了之後 然後我就回來之後呢 然後就剛好參加了那個 酒店表演 所以就在去年的台北一歲姐團演出 然後看剛剛的那個平衡 那個一行人的那個平衡 就是那時候我們的後台 然後就很感謝那時候 然後有他們就有其他後台人 就是一行人的這個表演 好 那故事呢 就從這時候可以去講 那那時候呢 我剛過去就是交換學生的時候呢 那時候就有非常多學生活動 比如說有攝影社啊 然後有什麼 有專刊 然後有一個 其中一個就是說即興劇團 那即興劇團 這東西實在 台灣其實比較少的資源太平衡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去試看看 然後因為我想知道 你就是面對就是即興 觀眾有等的時候 自己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不管是聖心 或怎麼樣 好然後那時候就是學長姐 就先讓我們認識一下 所謂的社課長怎麼樣 然後這個我們成的 Malo成廳 從你的道具 好 那時候呢 好那我還在中間 那時候學長姐就示範了一個 我們演出的即興技巧 叫做過敏 好 假設成那個 譬如說 我跟你說 颱風 然後他過敏的症狀就是 對 他就是 會把風風拿出來 他只要聽到颱風 他就會做出件事情 這就是他過敏的一個方式 那時候我們的即興劇團 就會說 欸陳妮我跟你說 下個禮拜有颱風要來喔 然後這時候 陳妮他可能會有一些回忍嘛 然後我就說 什麼 你沒有聽到喔 我就要跟你說 下禮拜有颱風 有颱風 有颱風 然後所以就會看到 熊姐就一直重播這個 然後那時候畫面就覺得說 這裝耳朵的 這個我應該也OK吧 好大家謝謝一下陳妮 然後這個裝耳朵的這個 過敏的狀況 大家應該是覺得 欸好像自己 可以站在即興網站上 做一點點事情 就不過是裝耳朵而已嘛 就是過敏 那下次換我一步 我們的時候 可能就是打噴嚏或幹嘛 所以我就後來就加入了 那個即興的劇團 然後結果我加進去之後呢 就發現其實我們劇團裡面 有非常多不同國家的人 比如說像做愛這個第一個 Nick Peter 他可能是本身是瑞典人 然後他旁邊的幾個夥伴 有一個是波蘭人 然後以及在我們團隊裡面呢 就是還有就是 台灣的國際 我現在比較討論正希體 然後呢 還有就是美國的夥伴 然後那時候呢 我們的即興劇團就是 我們要在台上 然後要接受 就是觀眾的各種梗 然後以及要配合演出 相對你的技巧 那那時候就覺得很緊張 因為上台的時候 有時候 我們那個美國的朋友 他就會講出 一連串精神的智慧 然後一起因為他英文很好 所以他就講一種話 然後所以 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會無法接到 他給我的梗 然後就會造成 就是 除了就是很害怕之外 那些就是很尷尬 因為就是在台上 我發現我接不到他的梗 然後我在社課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胃很痛 就覺得說 我今天只是想來探索自我 但我不知道要探索這麼徹底 就是 我不會想那麼躲動 我會站在這個台上 就是不想要這麼尷尬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就是很欣慰 會覺得說 怎麼自己無法接到 就是夥伴留過來的訊息 然後 後來我就會覺得說 很無助、很害怕 那我就會跟我的夥伴們說 欸那是不是 下次你可以講慢一點 或是如果 你要是要跟我講俄語 或是長節目等等 比較健身的智慧的時候 你可以選一個 就是那個 兒童會聽得懂的那個男子 不要選那個學名告訴他 然後我就真的很真誠地告訴他 這件事情 我們用辦法做到100分 做到這麼好的一個化學 結果 我那個美國的朋友 他也給我很強力的 support 就是我們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只要看到就是有一些東西 他覺得他有梗 他覺得他有東西 他就給我 他就會說這提過來 那比如說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可以處理得好 我就說 欸那等一下我Q你們 那時候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在我們這個團隊裡面 不管是瑞典來台灣人 或者是美國人 我們三個一組 然後就會去參加這個即興的比賽 那我每一次上台的時候呢 從一開始的真的很尷尬 然後到後來 我已經慢慢的找到如何 就是能夠接到對方的東西 譬如說 大家可以想看看 今天假設你在台上 有什麼樣的人 他是可以要求對方說 不好意思 要幫你再說一次 他會說 你可以講慢一點嗎 什麼樣的角色可以做出 這樣子的改姿 好 有什麼意思 好 類似學生 然後那時候就想到一個 就說老人 嗯 不好意思 我聽不到你說什麼 可以說我慢一點嗎 然後這時候 我會換就知道 欸我聽不懂了 這是一種我們台上互相的暗號 那他就知道說 他剛剛講的你聽不懂 那我們就可以在台上 就是用我們能夠彼此溝通的方式 然後那一次可能觀眾又不一定會察覺 那我們可以完成這一次即興的表演 那從慢慢的協調過程當中呢 那我也發現說 一出的老人 也許小孩 或者是今天想說我是一隻動物 動物永遠是在裝傻嘛 比如說貓咪或是狗狗 我就永遠是在裝說 欸我聽不到或什麼 那那時候也很好 可是下次換換成是 我在演那個動物訓練室的時候 他們也會裝朝鮮的 說欸我聽不懂的話再講一次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很棒的默契 是大家可以透過坦白的溝通 然後可以一起玩的這些東西 然後所以就會跟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 第二特首歌 就是那時候我們面對的比賽 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那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舞台 我們大家會有二三十字的隊伍 因為那時候是去教化嘛 那那時候我們剛剛的聯合國隊伍 我覺得是沒講英文 那但是他們當地的學生呢 仍然是有瑞琳我跟我們就是PK 那我們就覺得很緊張 想說會不會評審就不太喜好我們 因為我們旁邊有三個評審 第一個評審呢 他會就是決定就是 他會說你們剛剛演得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呢 因為我們會剩一個背景 就是比如說你現在在船上 你現在是冬天 你現在是把你演在的背景 那你整個就是演出的過程 有沒有用作用這個東西 那最後這個我覺得 他的評審的效果就最有趣 只要你剛剛為了華仲取寵 用了新三色 那就立即去紅牌 所以他們有三個人的分數 你就不會從他這裡拿到任何的分數 那這個時候我也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在對劇團人員的養成 他們對這件事情非常的care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養出來的人呢 我們不要用新三色的活動 甚至是你不要去做任何的琵琶 比如說天啊你黑到我看不到你 然後就舉起來 這真的超嚴重 然後所以像這個東西 就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當他們紅牌舉起來的時候 就知道說 欸這東西我們以後絕對不能用 那其實那時候我們有時候看別人 會覺得欸好像很有趣 然後自己上台 有時候會想一些梗的時候 就會想說 欸我這樣子會不會傷害到別人 其實在長久的訓練上講 我們也會自己去注意到說 今天我們在台上所有的東西 會不會傷害到什麼的人 好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有些執行表演 就會我們會在台上表演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呢 跟你對手就會坐在台上 就是這樣子看著你 就是這樣子 不看 然後呢 那時候就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剛剛就講說那是瑞典玩的題目啊 那我抽起來的時候 就說欸那你剛剛抽到什麼題目 然後想說我們以後 我也不會 oh sorry sweetish 然後結果所有的人 就就哄唐大笑 因為他們其實會覺得說 沒有關係 你說我不會 就直接說 那他們就會直接反應 那他們那時候反應的時候 剛好我們就跟我們對一個 或可以一起討論 這是戰術 等一下怎麼處理 然後那時候就是經過非常多的 練習跟小課之後呢 我們就在那一次就拿下冠軍 覺得超開心的 然後就是那個伙伴 然後就是這個 木馬公主的瑞典人 然後那時候覺得很開心的是 就是雖然我們中間有需要過非常多的勾頭 然後但是到後 我們全部的人一起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全部的伙伴都覺得很開心 然後到最後 就是拍到一張就是這種 爆開心的重點 然後就讓它過去 好 然後那件事情呢 就是在我 就是回來之後 我就在想說 那我是應該會 離劇團很遙遠吧 結果那時候剛好很幸運 又有遇見了 就是九片表演版 然後我們 可以放一下 然後九片表演版不會給大家看 全部的表演 只會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某一天 我們在謝幕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本來以為 是在拍照 結果其實是在 在錄影的地方 就會有點比較 對 多一下我看到花束 快看吧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我們劇團就呈現一個 非常歡樂的狀況 然後 就給大家都看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在演出 演出都是這樣 那如果你們想看 演出的練 那我可能就在上網 再自己Google一下 好 可以跳手 可以跳手 好 那現在呢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工程師 那我覺得就是 在劇團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這麼堅持 是因為我當初 真的很想要知道 自己在台上 可以做到什麼樣子的狀況 就是一直會想要 對這件事情有好奇 而且我以前就是會很容易去做 那 而且我要做的是 寧可劈頭散白眼毛 很開心的事情 像我現在 就是在寫程式 那大家會想說 寫程式可能 對有些人來說 感到很不一樣 可是對我來說 我就是會願意 為了一個作業 我就是一個週末 都站在我桌子前面 然後要做的糧食背棋 然後就是 做好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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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日常覺得 真的要找到一件是 你自己覺得很喜歡的事情 當然你做一交付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難過 然後在台上 講不出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尷尬 可是因為 你要記得 你一開始 為什麼我會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要對他 把有好奇心 你就會一直很努力 想去改進他 然後我覺得 在追求每一個 接管的自己的時候 都會很想做事 像前一位在分享 會覺得你們是年齡吧 那我覺得 就像是 在每一個階段 你會補過不同的地方 那不管你今天補過的是火沙 今天補過的是河流 那你的顏色 會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 像在追求自我的時候 我覺得 現在的我們 都有一種很嚴重的矛盾 第一個是 我什麼要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我要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當你真的跟別人不一樣 在做一些努力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孤單 你有時候在家懷疑自己的時候 想說天啊 是不是自己又不會這個 就是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又對自己 又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當自己真的孤單的時候 你們會說 蛤怎麼辦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矛盾的狀況 其實每個人都有 然後 我會覺得 我們每個人 就是很努力的去嘗試 今天 不是每個人 他都不會犯錯 而是我們每個人 都很努力的去犯錯 那 你可能不一定 就是在每個人面前 都要是光纏亮地 甚至就比我現在 站在這邊 可能現在這個 證明的版本 不一定是最好的 可是我們都很努力 在做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 為了像今天的分享 我就會順便的朋友說 如果你今天20歲的時候 你那時候自己可能 有些迷惘 有些害怕 那你想對自己做什麼 那我選你 但我覺得最喜歡的分享 他現在是一個博弄輔導老師 他說 他說 他覺得 學生生活 整個下午在喊天說 弟弟 就是覺得最棒的大學生活了 只有學生的生活 就是 才有時間去想 未來的自己 想要變成什麼樣子 還有每天看得到白天跟黃昏 每天看得到白天跟黃昏 每天看得到白天跟黃昏 這些事情 學生可能會覺得很一發 你看到膩喔 但是當有一天 你開始工作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出門的時候 就是很體卷 所以你根本外面是 天佩天這樣 OK 然後回家的時候 已經就是很晚了 所以你絕對不會反倒黃昏 所以當你自己覺得很迷惘的時候 你要去想 現在你的這個生活 可能是未來的你 會覺得很憧憬的時候 你就可以好好珍惜他 不管是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 或者是就算自己在 就是自己的房間裡面懷疑自己 其實這都是很棒的今天 然後還有一段話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請你保佑自己的樣貌 我就問我身邊的朋友 你有一些已經開始工作啦 然後有一些可能是爸爸媽媽的人 那他們就有回過 就是還蠻多的不同的答案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現在你自己 期望你自己有不同的改變 你只看到你未來的自己 就是你希望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你想要變得更有錢 更漂亮 然後收入更多 你只想看到那個 你現在沒有潮汐 可是其實你現在 其實是一個很有很多資源的人 譬如說 內眼目前喔 如果你是一個 比如說像是很開朗的人啊 你就去保留你自己原本的樣子 你原本是一個 比如說認真工作的人 你就不要太怕別人說 認真就說了這句話 然後如果你自己覺得 你今天有一件事情 你想要堅持下去 請你勇敢記得 你現在的樣貌 然後這句話也送給大家 就是在回去的時候 會去想一想 你今天一直看著 你自己跟別人的差異 但是記得自己有的東西 那你如果很努力去做的話 在未來強遠度 你其實就會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最後呢 是要做小小的公餐廣告 就是下個禮拜的時候 就是我有在一個工作坊 會帶一個女性的即興表演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才可以歡迎參加 OK